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事情就是太陽能 講到太陽能 你會想到什麼呢 是不是跟我一樣 都會覺得 發展了這個 小王 你覺得太陽能怎麼樣 對啊 他也對這個有點疑惑 就是說 太陽能好像會對我們的生活造成一些影響 還有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呢 其實這些問題一直存在在我們的四周 不過 剛剛好 我接受到了太陽先生的邀請 不是那個Miyane Miyane 哈吉馬的太陽 是立昂能源的太陽先生 他會跟我來講一些有關於太陽能的發展 那 對此 農業相關背景的我 有了一些想法 我以前是念農業相關科系的 所以我在許多的農村議題當中呢 我了解到了太陽能 剛開始我也是不太了解太陽能 對於太陽能板會不會又影響到一些作物的發展 心裡有一些感觸跟想法 所以呢 我就去圖書館找了一些資料 我已經收集好資料 要去諮詢地獎能源了 來 志偉王我們這邊先坐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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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歡迎你來這邊來拜訪我們 對啊 屏東太陽好大喔 講到太陽我就想到說其實屏東這邊還蠻適合太陽能發展 聽說太陽能板其實蠻堅硬蠻耐用的 但是它一定會有它的耗損跟它的黏線在 那當它退役的時候 那要怎麼樣處理它才不會污染到環境 它其實是不太容易壞掉 未來如果說要把它除役 因為它有90%以上 它其實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 我們只要用環保局申請 政府環保局它就會派合法的專業的回收廠商 到指定地點來做回收 政府的願景是說在2025年達到20G瓦的一個發電量 那請問屏東這邊有什麼樣的作為 可以去跟上政府的腳步呢 立揚能源在屏東交通地區的首座 例如9MW的太陽能電廠 一年可以提供3萬3千度數 未來有效可以幫助屏東地區 達成一個就是完全的綠燃的一個大線 台灣假如說真的達到政府的願景的目標的話 那可以對溫室效應做一些什麼樣的幫助 如果能夠達成這樣的目標 一年可以減少246萬噸的一個碳排放 相當於6300座的大安森林公園的碳吸附量 像碳冷板上面這邊有一些那個髒污啦 或者是一些灰塵鳥屎等等的 用清水它就很乾淨 所以平常我們自來水去清的話都可以 就不用用到任何的清潔劑 對 我們是禁止使用清潔劑 因為我們也很擔心說 所有的化學藥瓶 對我們的太陽能板會造成損害 了解 對我們造成損害的話 我們的發電源會變少 損壞 那我們還在花錢去做一個更換 不是只有傷害到土地而已 連我們的設備也會壞掉 所以我們很擔心這個 所以我們的SOP裡面規定 只能夠用清水 像這一塊你看喔 衝下去 衝個幾次它軟掉 它就快掉了 對不對 可以退就掉了 對啊 它其實是很容易就乾淨了 就沒有了 這樣子很乾淨 聽說你是個離經碳到頑固的太陽能板 讓我會會你 你想要幹什麼 欸欸欸欸欸 不會吧 你就這樣子砸下去啊 可是它沒有事耶 當然沒事啊 真的蠻堅固的 剛剛我說過它很堅固 可是你也不行 要對它這麼的粗暴啊 怪怪 跟立昂能源的楊經理 聊完之後 我對太陽能板有更深的了解了 太陽能在再生能源的議題當中 似乎是一個還值得發展 還值得探究的議題 人與土地還有太陽能板之間 其實三者某一種程度來說 是互利是共生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台灣要怎麼樣 將我們的綠能 將我們的再生能源 發展到我們最好的一個狀況 這就有待民眾企業跟政府一同的努力 一同的往更美好的方向走去